愿力,人类希望力量的启示 愿力也是人逆天改命的宇宙心法 佛法即是宇宙心法 佛在大乘经典里常提醒我们 一切法从心向生 说明人内心强大的力量 心想生什么,它就现什么 每个人内心都藏着巨大的宝藏 而且一切内在力量 绝对在你的掌控之下 你应该去了解,运用,掌握它 我们开发不出来是没有钥匙 愿力就是一把钥匙 能把心地宝藏开发出来 地藏菩萨以大悲愿力著称 他发愿地狱不空是不成佛就在教导我们 以愿力发愿利益众生开启自信的宝藏 当人完全开采出来得到真正的觉悟 那就跟诸佛如来一样 而部分开采就叫做菩萨 地藏经强调两种的力量 一是业力,一是愿力 地藏比喻我们的心地要犹如大地安忍不动 而藏则表示我们的自信 寓一种无尽的宝藏一样 地藏菩萨的名号呼应了我们每个人内在的宝藏 菩萨一词是觉悟之人的称呼 不是神的称呼 佛教被解释为佛陀的教育而不是宗教 这个教育的宗旨是说明诸法实相 即宇宙和生命的真相 《大藏经》的内容只在让我们认识清楚自己 进而掌握因果命运 引导我们远离错误和过失 觉悟成佛 愿力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向往 原动力、初心和理想 一个人的能力再大、智商再高 都抵不过他的正心正面带来的影响 守住初心、向往光明 是一个人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 这就叫怨力 怨力、无时无刻都在发挥作用 怨力是宇宙中最宏大的力量 如果你决心让自己真正发达起来 强大起来 一定要深刻理解这句话 坚信这句话 例如你不失欢喜心 让别人晕悦 你将会收获别人给你的欢喜 你不失安定 让他人心安 你将得到安乐 相反 如果你施加于别人的是憎恨、怒气、忧愁 你也将被这些东西包围 怨力也叫因果 种什么因 就有什么果实 我们未来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就必须在此刻开始埋下相对应的种子 不论你对谁好 长远来看 都是对自己好 因为这种好早晚都会回到你身上 真正获利的也不是别人 而是你自己 不论你伤害谁 长远来看 你都是伤害你自己 或许你现在并没有觉知 但它一定会绕回来 不管你对别人做了什么 最后真正接受的人 都是你自己 只不过从别人身上经过了而已 有一种境界叫随喜它的功德 过得好的人能有今天 必定是之前的福报 那么我们就可以顺便祝福一下它的功德 这也是一种给自己增加福报的方式 同样的道理 我们遇到弱势的人 尽可能的伸出援助之手 如能帮助他人心面翻转 到了一定阶段 他们都会一一地回到你自己身上 产生不可思议的福德 如果你给的是嫉妒 是幸灾乐祸 是计较 比较低等的负能量 他们也会折回自己的身上 凡是你希望自己得到的 你必须先让别人得到 你若想被爱 就先去爱人 你期望被人关心 就先去关心别人 你要别人对你好 就先对别人好 这是一个保证有效的秘方 可以适用在任何情况 人生的许多结果 在我们起心动念的那一刻就注定了 科学实验表明 念力的效果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心灵显然是以某种方式 与物质不可分的连接在一起 而且有能力改变物质 不透过力的作用 物质一样受到影响 甚至不可逆转的改变 发愿 就如同地藏菩萨的大愿一样 强到了如何理他 这并非简单地向神灵许愿 而是全心全意成就众生利益时 于善念共振后 我们会发现自己拥有超乎想象的能量 愿力的增强 利益众生也带来了改变自己的强能量 尽管每个人都受制于业力 包括出生时间 教育背景 体质等 但透过后天的努力 尤其是改变心智模式和行为习惯 我们能够整体改变命运 发愿越大 为众生服务的愿望越强烈 我们改变自己的动力就越大 孟参老和尚说 遇到危难不如意的事情 一定要发愿 好比你受经济的困扰 逼债的人来了 或者你买了股票一下子失败了 一下子一落千丈 不要跳楼 听到那些跳楼的 很愚蠢只要发愿就有一些生机 没有生意 为什么没生意 你没发愿 你发愿跟我相似的一切众生 让他永远不要落到这样的苦难 你遇到什么灾难 你就发愿 一切众生不要受这个苦难 然后你这个灾难很快就消失了 你没想到自己 愿一切众生都不受穷 好 你很快就富有 信吗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佛说的 佛跟善生说的 你们信了发愿的力量 力量就会多一点 所以想成是人必须得有誓愿 没有大事大愿 你想成就 不可能的 古书料凡思讯 就是用事实 告诉我们 发愿行善 让人改变命运的一本书 所以真的要好好想一想 自己有没有什么事情 可以发愿的 也许你发愿后 愿力助你改变你的一生 让你从此一天改命